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共谋者 一个男人沉淀三年计划三年 就是为了杀害一个女子取其器官的故事 影片开始就是紧张的场景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亮亮呛呛的跑到人群中 可是被另一个人抱住并且双双跳海 距离影片事件三年后的一个机场里 一个很鸡贼的大妈人肉带货 被安检人员查到 机场售票处一个漂亮的售票员 遇到了刁砖的客人后被一个大叔解围 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父亲不能手术的电话 到了医院之后仍然被拒绝 绝望之下只好决定去别的地方为父亲医治 机场的大叔原来是人肉带货的大老板 他就是找一些人肉带货的大妈 带货赚一些钱 有一个放高利贷的男人想要和这个大叔更深入的合作 可是大哥拒绝了 于是那个男人很不爽的想摆这个大哥一道 原来这个大叔喜欢机场售票员的小姐姐 可是小姐姐总是在拒绝 于是他们谈崩了 小姐姐为了给父亲治病 在前面高利贷男人那里欠下了巨额高利贷 之后大叔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们的地区被人举报了 他知道是高利贷男 可是高利贷男不仅是举报他们的人 还用小姐姐威胁了他 他本是好人却被逼上梁山 于是他开始了这次行动 他找到了专门做黑色交易的黑心医生 还有两个他的小弟 四个人踏上了韩国开往中国威海的邮轮 另一面 小姐姐为了救治爸爸 决定带爸爸去中国的医院做手术 他晚上在轮船上看风景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叫珍西 可是小姐姐出了车祸 必须坐着轮椅 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分开了 夜幕降临了 这群人盯上了珍西 并且把珍西弄晕绑到了南澡堂的床上 那个黑心医生就准备开始工作了 取走了珍西的器官拿去卖 珍西的未婚夫上号发现珍西不见了 就开始到处寻找珍西 他很慌张 还去找了工作人员 可是工作人员并不配合 去寻找珍西的路上 遇到了在楼道里的小姐姐 小姐姐因为见过珍西 决定帮助上号一起寻找 最后到了澡堂附近 可是碰到了放风的大叔 因为大叔的机制他成功的阻止了两个人救珍西 上号两人被打发走之后 黑心医生开始认真工作了 他划开了珍西的肚子 取走了他们需要售卖的器官 然后将珍西装到袋子里 第二天他们一群人下了船 精心的按照计划执行着 可是奈何大叔的小弟有点傻 跑错了车 于是大叔开始被追杀 大叔开着车疯狂的逃跑着 而黑心医生一下船就去了声色场所 可是珍西跑了出来 并且给上号打了求救电话 原来大叔心底其实不想杀人 这个珍西是当年和大叔一起工作的人的妹妹 于是医生答应大叔留下珍西的命 可是这个时候 大叔的其中一个小弟 近来杀了医生和珍西 原来他已经被高利贷男收买 又准备去杀了大叔 他找到大叔后 两个人进行了殊死搏斗 大叔胜利了 于是大叔带着新鲜的器官去找买家 原来最终大买家是珍西的丈夫 原来兜兜转转这么多人 这个男人就是想杀掉自己的妻子 影片结尾是最让人意外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上号的计划 珍西的车祸 以及接近珍西 与珍西结婚 最后拿走珍西的器官 原来上号才是终极大boss 这部电影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从选材角度 还是从拍摄角度来看 都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 让我最惊艳的是 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 整部电影倒序和正序穿插 让人看得一直会好奇影片的发展 尤其是结尾让人很意外 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